约莫三分钟之后 我便在那株龙树之下的洞中钻了出来 然而当我一出洞之后 只见浓雾已散去 就着星月微光 我首先看到那两个特瓦族人 躺在地上 男的压在女的身上 已经死了 我吸尽了一口凉气 立即向汉克倒地的地方看去 那时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汉克当然不在了 在那片刻之间 我心头感到了一阵难以形容的绞痛 死的虽然是两个和我绝无关系的 特瓦族印第安侏儒 但是在他们淳朴的心灵之中 我却是克武华 他们信奉的大力神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将他们的发现告诉了我 但是我却对汉克的体格 做了错误的估计 在他婚了过去之后 未曾做进一步的措施 便寄入了地洞之中 我的疏忽 使他们丧失了性命 我叹了一口气 回头看去 只见那株绒树 又恢复了原状 实事再惊喜的人 也难以想象 在一株生长得十分茂盛的绒树之下 会有着地下室和地道的 我同时听得警犬的飞声和电筒光 可以想象 那一定是汉克的枪声 引来了警察 汉克不止放了两枪 因为那两个特瓦族人身上的伤痕十分多 我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下去了 我连忙在草丛之中 向前击窜而出 不一会 我便绕过了张海龙的别墅 走到接近我停车的地方 但是我刚一到离我停车 还有二十公尺之处 我便呆住了 在我借用来的那辆车之旁 大放光明 一辆警车的车头灯 正设在车子上 有一个警官在通无线电话 有一个警官正在打开车门 检查车子的内部 我自然不能再出去了 我向后退去 不禁犹豫起来 我该如何呢 我总不能步行回去市区去的 当然我并没有犹豫了多久 我立即想到 张海龙的别墅 是我最好的唐秘地点 所以 我又向前奔出 翻了过围墙 在我翻过围墙 落在地上的那一瞬间 我心中突然闪过了一丝念头 汉克到哪里去了呢 野心集团既然在张海龙的别墅附近 设下了控制远东地区的分支 那么 汉克对张海龙的别墅 一定也十分熟悉了 在四周围已权势警察的情形下 他要不给警察发掘 会上哪里去呢 当然也是躲到别墅中来 而别墅中只有张海龙一个人在 张海龙是一个固执的老人 而汉克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我的心中 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 为张海龙的处境 甘起心来 甘起心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